好,接著到下一套很久沒見過的原創動畫了 是原創的,我承認是原創 有得你不承認的嗎? 我不用經常有這套動畫,我不用經常看過這套動畫 我們接著講的那套就是《瑞星路西法》 官方開頭宣傳的時候,其實我也有意,當然因為我留意了,因為我見到那部機械人 我沒有留意,我有一套普通搞得遊戲,搞得遊戲類似複界的作品 我也是,我最初沒留意過 機械人是什麼呢?其實我沒有留意的 你套一套都搞得遊戲啦,你們兩個浪費啦 我看完第一集裡面,我放了幾套影子的東西 第一套就是,我開始想說,這一套會不會是交響詩編的呢? 當然我看了有畫版,我知道有畫版 我看一看,其實我擔心是這一套,《加利略少女》 又是有畫版 不是,《加利略少女》,因為我曾經被她撇過 有很多機械的東西,然後最後這套東西 原來是沒有關係的 我是有這兩套的,叫做一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的腦子裡面一拌的就是拌了兩套動畫出來 我當教一看,然後看最後,有機械人的 不是,有的 故事裡面說就是,都是一個不知道什麼的星球裡面 總之不是地球啦 總之一定不是地球啦 總之一個架空的星球裡面 一開始我還擔心這套東西,這套是不是創性來的 又是有一條彈散在說一大堆很深奧的東西 說完之後,我懂得聽日文,但我不懂得聽外星語 我是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的 不是,很簡單而已 總之她說,主角我要掘石 掘到傳說那顆紅色的石頭 接著有一群驚行寶就說,我們要捉一些 不知道要捉什麼的目標,當然要留在地底上 那個雙魚就知道為什麼,撿了一個少女回來 這個少女就這樣,又是一個驚艷人做她的使者 我總結一句,那裡是什麼呢 我終於迎來這個改變這個星球命運的時刻 其實一句就搞定了 她說了兩分多鐘了 我真的覺得,不過我明白老人家是這樣的 是沉氣一點的,我們理解的這方面 然後一開始就說,主角天成就掘到石頭 其實一開始我還是有個機人,就是什麼呢 主角撿,掘到一些東西 天然就拖了,掘到一顆鎖匙了 我覺得這些像Montani OP Montani OP不是這樣的,掘到一顆石頭在造間 然後中午就其實,就在這個城市 然後就來了一段,就是無緣無故就是其他叫做中午的朋友 家欣啊,其他角色 那位置有些想是present少少就是說 在這個世界裏面,現在那些人的少少的架構 有貴族啊,他們都會很守舊的 要家族就是結婚啊那些東西 不過那些anyway,其實在幾時present也沒什麼所謂的 然後就因為,不過其實那位置都挺搞笑的 他說,我不是打算弄傷你的 但是一下子把他推到心坑裡,根本就是殺人了 之後我賠錢給你就可以了,有錢拿來的 政府亦都是開始,那個老爺說完一堆 就說他要掘出,不知道掘出什麼東西 去到現在,其實都是未知什麼來的 總之,一個很key的,在石頭裡面的東西 然後跟著,終於拿著一個鎖匙的東西 就喚醒了一位少女 一定是一位系統來的 是不是少女,其實 外表是一個少女 人類女性 實際上它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不知道的 總之石頭爆出來的 但是呢,我見到那一下好像怪獸一樣衝過來 爆完之後,機械有隻怪獸的機械出來 衝過來那一下,有少女突然一瞬間好像怪獸一樣 叫做機設,其實有點像那類作業式機械人 我們看一些工程用的機械人,其實是很像的 在那一節,你說Fear出現到石頭的生物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機械人打到那一節 其實那一節的評價我不低 其實我覺得,尤其是叫做機械工兵那部份 給我看見就是,這部工兵真的有後備Pass 其實是有,還有就是它的移動 怎樣去鞏固自己位置那裡 其實是做到的 就是不同部超兵器的那個狗狗 即是枸式機械人真實一點的感覺 其實幾週的機械人真實系都做到的 就是平衡那些揮動的技術 在某一個位置打破了的就是有一個黑客 然後可以在一條鋼鞋裡面走平衡那裡 我覺得那個位置我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你說前面那些戰鬥,我覺得我是接受到的 我覺得是到位的 其實是到位的 即是不計算那部構思變出來的那部機械人之外 另外那些機械人的打鬥 出到那個機械人,它不是很靈敏的動作 因為另外那部是靈敏到高達的死款而已 如果我會這樣去比較的話 我會比較哪一套呢? 白銀之二次的機械人 主角公務機械人跟一些垃圾兵一樣 你會覺得是很像的 白銀之機械人,沒錯 那些機械人是很有機械感的 但主角那部是沒有機械感的 這套是有點像 但這套那個抗石機械人好他一點點 不是合理 你明白抗石機械人不是人類軍方做出來的 他不是用軍方標準做的 真實系統法,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他變出來的 跟著那個故事,其實我可能會覺得很悶 因為其實他去到兩集都 去不到主線到底在那裡想說什麼 不是,你感覺到想說什麼的 軍方想捉個少女 主角不知道為什麼抱個少女回來 但有沒有危機嫁,一起吃東西一起做事 他不會理會這些事 即是你剛才回來,我們被人在追殺 你是什麼東西來的,我們現在是什麼 至少拔一件衫看看 他沒有做這些事,他是正常的生活的 這個位置我都覺得,除了你講魔衫 那個位置我不能夠意義認同之外 他變成石頭一樣 要照一下四個都要 他有照的,起碼他有照過 但是你說,這個位置我覺得是 他拖得突然之間變成了日常的 那種這樣的情節 我是挺擔心的 所以狗不達白 因為其實你很容易看到 你撿回來的那條東西 很有問題,很不正常 應該不是人類,有超人類的 而且還要經常被人襲擊 應該飛錄,有些東西的 你不會這麼正常 我們不如上學吧 不是這樣的 這個我覺得是近數年的機人動畫 都有一些類型的 即是不能離開生活 我想這樣說,你今季裡面 已經有最佳的例子就是 跳血之孤兒 因為就算不是跳血之孤兒 我說回就是白銀之意志 沒有上學了,就死了一條 當然他的死是與我無關的 但是給人們覺得 這班是一班少年少女的感覺 他們認為生活情節是不可滑絕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覺得 雖然我到現時為止 我未完全很肯定 這套我可以當是機人片去處理 因為其實主角理論上 應該不會開機器人的 我想完他第一集之後 可能選了啟動者是與我無關的 即是男生坐在駕駛中打 原來不用他 男生坐在鑰匙上 跟機人變身 聖明球而已 去啦 比加超 我給一個實在的感覺 可能男主角是送麵包 可能他做宿弟 我現在興奮一個石頭的 考股的 我在哪裏幫忙做適應的 我們是廚師 我們要上學 我們是學生來的 每一集男主角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他和主事完全沒有合作 又違反我們認知 其實大家可能會感覺 尤其是你看這幾年的 有涉及機械人的動畫 無論他需不需要坐在機械上 我再舉幾套例子 Captain Earth 那類型 你都會覺得 他們有那個感覺給你的 他是想做戰鬥 尤其是青春 但是他又要保持 非戰鬥少男少女的日常 包括愛情 一定有 即是想學EVA 那EVA不算 他有這種 應該分得很開 戰鬥還是戰鬥 日常生活 總之日常生活 戰鬥完之後 就算之前多慘烈都好 都沒有問題 繼續日常生活 家破爛了 還要開門 不要管 所以我就說不知道看什麼 我看不到下去 近這幾年的動畫 都是這樣的 可能說 角色有些搶眼 這套搶不搶眼 見仁見智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而再擺一步 你會覺得 是浪費了機器 的機械人 在這裏 機械人真是精靈扣 真的很慘 要來又來 不要來 可以不用來的 我覺得最簡單 你們有沒有吃過一些披薩 可以半個披薩加半個披薩 就比較像 半個披薩加半個披薩加半個披薩加半個披薩 那就是這套 都不知為何 都不知為何 都要奸組在一起 或者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一類作品 通常都會有 就是 有一個決定性的劇情 就是 是否需要旅行 有沒有旅程的發生 暫時在這一套裏 我估計 很大機會是沒有旅程發生 有 有錢拿的話 肯定一家別墅的話 我相信 有沙灘的 還是有泳灘的 不是 不是去旅行 踏上旅途 這個應該沒有 怎麼看得到 歸是酒店 但喝咖啡 煮蛋糕 應該是這樣 通常你如果要踏上旅途的話 就算有這類這樣的劇情 怎樣步驟也好 主線都會可以披薩 但這一套的話 有機會會不會披薩 如果純粹這樣 這套東西 當然有二類 二類那套 是叫做什麼 加利略少女 我也想說這件事 因為你說行旅程 找得回的話 不是 我覺得是容易找得回 但不代表你一定不會出事 一定都有機會會出事 但這套作品 暫時四集裏面 我判斷不了什麼 那大家看下去 我相信 我看機械人 不是 作畫和城市 我有點興趣 暫時你說 我相信我看不到什麼 城市很平面 我覺得 實際說幾棟樓 神力電路控制 只是你知道這些 不是 我也是很老實說 我現在的要求 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其實是 很糟 我看你什麼時候的要求會低到 準時做完十三集就算 我知道 葛伊塔做不到 七屆都做不到 還要收拾 那我怎麼辦 這些我如何自處 起碼他不止七集 是的 我們儘管可以看下去 這套作品 好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下一套